《西湖龙警察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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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,我是现有居士 3月17号,我的朋友文文 告诉我西湖龙警察已经开采了 于是第二天下午 就来他们家所在的村子找他了 先坐电瓶车 跟他去茶园里看看 明天应该在这个里面采 现在我要去上山去见爷爷他们了 他们茶青一再采了很多了 阿姨,还好回家了 可以的 娃娃,你慢一点,醉不上了 你们家到底一共有几处茶园呢 一共有几处茶园 啊 我好像只跟你去了 这是第三个吧 那你明天带我去那两个 那两个在那个里面 山谷里面 这里是采好的 他们已经采了这么多了 已经采好这么多了 一下午,应该是一下午采的 这是爷爷自己采的吗 哦,爷爷在那里吧 爷爷在那边 哎呦,这条路好窄啊 那边那个头 我们阿姨 啊 啊,这边采过了阿姨 这几个采茶的阿姨 是家里从安徽雇员过来的 清明节的采茶季 每家每户都要雇几个采茶工 他们是稀缺的技术工 在这里这还有 下面的 还有采茶 还有采茶 有采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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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八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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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给大家讲解一下啊 我们这个西湖龙井的采茶 大概是一芽两叶 或者一芽三叶的标准 大概是2.5厘米 然后下面的这片鱼叶的话 是最好不要采 就是或者是老叶子不要采 就是像这样 这样的一片叶子是一芽两叶 下面这片小鱼叶是不要的 今天我来的晚了 逛完六点钟左右 大家带着下午采的茶叶往家里走 我们下一次我们下一次 给这个 answered 一次我们下一次 今天准备 做好 没饭 油